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坏慕尤丁的国盟政府 不过阿莫扎西是严正否认了这件事情 并且已经指示他的助理报警已备案自清 那么其实我是今早才知道有这个电话录音的事情 当时我没有亲自听到这个音频 无法判断说到底这两个人的声音是真的还是假的 后来就从同行那边弄到这个音频 听了我是很认真的听了这段4分06秒的音频之后 是听了两次 第一次因为听得不清楚 所以要听第二次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音频感觉不太真 但是安华跟Zahid某一些对话的这些 他们的语气听起来又好像是有点真 因为过去在采访的时候 曾经接触过Zahid跟安华 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那个语气 以及他们的这个声调 那么我自己听了可能不准 所以就给伯伯就问了问同行 他们说Zahid在音频当中 在讲话当中 甚至能听到他的这个喘气的声音 所以Zahid的那个部分感觉是比较真 但是有另外一些同行就说 其实安华队也相当逼真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同行之间其实是没有共识的 这也表示大家对这个音频是有所保留的 难以分辨真为 这也确实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声音辨别的专家 我们没有这个声音辨别的仪器 所以无法很准确的说 这就是某某人的声音 这不是某某人的声音 所以这两个人的对话呢 就当做政治八卦新闻来看待就可以了 无需太过认真 虽然人类都有这个偷窥的欲 总是喜欢偷听别人说话 以满足自己的好奇欲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娱乐界 在政坛甚至在上流的 上层的名流社会当中也有出现过的 是那Zahid今天发文告就指出 昨天流传的这支音频 是让他感到失望又震惊的 他是强烈否认有上述音频的对话 他更是要强调在最近武统大会结束后 他跟安华是没有交谈过的 他认为这起事件是二读卑鄙的政治算计 他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类似的卑鄙手段 企图削弱还有摧毁武统的 其实两个人的谈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劲爆内容 那一把疑似安华的声音 其实他是称赞说 Zahid你在武统大会上干得好 所以这个安华很满意 那么内容主要是客套的问候 还有社交的一些对话 真的是没有太多内幕或者是劲爆的 唯一勉强可以说是劲爆的内容 就是他们以为 巫统大会之后会有巫统的部长辞职 但是没有部长敢这么做 所以他们认为说 现在的巫统部长是胆小者 那么如果真的有部长辞职的话 这就是很好看的 接着这两人对话当中就提到一个来自 霹雳州的巫统领袖的名字 他是能源及天然之焰部长 三术 他的名字就被提起 但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说 三术将会辞职或者将会率先辞职 或者什么时候辞职 这些都没有 所以这四分钟的对话 满足好奇心是比较多的 没有透露太多的讯息或者是内容 两人的谈话是在巫统大会结束后 跟大会结束后的事情发展有关 不过还是那一句老话 我无法判断音频的真伪 是那扎希就强调身为党主席 他是绝对不会违背巫统最高理事会 还有中央代表大会的议决的 他就表明他是指示助理要尽快报警 还有调查查明这一起阴谋幕后的黑手 这一则新闻 首先尽早是出现在一个不怎么出名的新闻网站 叫做Malaysia Now 他刊登了这些新闻 那么当时的早上是8点 他的这个新闻上载的时间早上8点 而这个网站也把四分钟的对话 上载到新闻内容当中 所以你只要按这个链接的话 你就能够听到音频 不过我的媒体同样朋友跟我说 这个以政治新闻为主的Malaysia Now 经常都被批评为缺乏公信力 过去巫统内的一些纳吉阵营的人 也批评这个网站 说这个网站的内容是不公正的 也不客观 那么Malaysia Now经常被批评 缺乏独立还有公信力的原因 有三个 第一呢就是 这个网站是清阿兹敏阵营的 成为阿兹敏派系的对外的窗口 第二网站的CEO兼总编辑是 Abdar Rahman Goya 他是前反贪会主席 Latifa Goya的弟弟 而Latifa Goya则有阿兹敏的色彩 而第三的原因就是 该网站的新闻编辑 阿敏伊斯坎达 是前国防部长 Mommat Sabu的新闻秘租 而Mommat Sabu是诚信党的主席 因此Malaysia Now的政治新闻 或者是分析文章 经常都被批评为有带风向 或者是有预设的政治立场 不过我们把话说回来 Zahid的反应确实是很快 他发文告否认 而且他的文告是使用巫统名义 而且是巫统的letterhead 他的这个信函来发文告 代表这是巫统的立场 Zahid的反应很快 反而引起了一些议论 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快呢 他可以先观察民众跟基层 针对这场窃听风云的反应之后 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回应 但是Zahid以巫统的letterhead 发表正式的文告 也显示出 他严厉看待 认真回应 以及用力的反击 其实他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处理的 比如说 他可以指示他的秘书 或者助理代表他发文告 曾经 而不是由他自己来发文告 或者是他直接在自己的脸书截图 那一则的新闻 然后打出一个大大的一个包数 或者打一个大大的插手 这是虚假的 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他选择发文告来回应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 就是安华怎么回应了 那究竟这场政治八卦新闻 会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 就一定要持续的留守在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昨天晚上呢 前首相纳吉在脸书贴文证实 自己收到内陆税收局 所发出的破产通知书 并且呢 附上了有关的一个证明 然后表示自己没有车大炮啊 那内陆税收局呢 是针对纳吉拖欠 2011年到2017年 多达16亿9千万令吉的税款 所采取的行动 那纳吉又表示 内陆税收局代表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前往他的私底 然后将有关的这个破产通知书呢 交到他的手上 这个破产通知书来得有点突然 所以纳吉就认为说 内陆税收局在这个时候 发出这个通知书 与三个课题有关 第一呢 就是北大UUM的民调显示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同 他是来接 就是第15届全国大选的首相人选 而现任的首相募议定 只排在第四名 而第二个课题呢 就是巫统大会议决 来接大选 不再跟土团党合作 那么第三呢 就是总检察署 在资产充公案件中失利 无法证明充公的资产和资金 是来自一马发展公司 所以这三个原因呢 导致他在这一个时候 突然之间收到破产通知书 纳吉就解释啊 他拖欠的这个所得税案件呢 是新盟政府在毫无根据下 强加在他身上的案件 并延续到国盟政府的时机 他就表示内陆税收局 发出的破产通知书 这个动作呢 是来自于财政部长上司的一个指示 他说财政部长 东国扎夫鲁呢 在去年11月曾跟他见面 了解他为何强烈的提出 提取雇员公积金的建议 而当时他也被汇报了 这一宗所谓的追税案 他在得知呢 纳吉所收到的款项是政治现金 便已经归还给这个沙地阿拉伯之后呢 他要求内陆税收局呢 跟纳吉商讨解决的方案 那么纳吉本身的说法呢 就是东国扎夫鲁在上个星期 接到他的上司 他的boss告诉东国扎夫鲁说 不要再插手这个事情了 这个事情全权交由boss来处理 那么谈判呢 就突然之间停止 那么接下来呢 纳吉就收到了破产通知 所以纳吉他解释说 这笔钱其实是来自 他接收这个 30亿令吉的这个捐款的这个户头 以及沙地阿拉伯财政部 直接贿赂的6亿4200万令吉 那么其中26亿令吉 已经在收到该笔资金的4个月之后 归还了给沙地阿拉伯 而且这些都已经在法庭上获得证实了 纳吉就有点心有不甘的表示 即使他担任首相期间 还是不遗余力的去缴纳这个所得税 但这笔被拖欠的17亿4000万的税务 是额外还有不合理的罚款 他补充在这之前 内陆税数局曾发表声明 表示说政治现金是不需要征税的 而且他在特别户头当中的款项 已经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还有政治目的 而不是他自己个人目的的 所以志峰想问你 你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那纳吉会失去议员的资格吗 根据国会下议院议长 阿扎哈他今天就证实 纳吉的国会议员资格 依然是有效 Valid shot的 目前还没有上司 巫统北根国会议员的身份 换言之就是没有议席空缺 所以无需补选 没有by election 那么其实就算是议席空缺 现在目前也可以不补选 因为现在是紧急状态 其实我们已经有两个国会议席 在去年炫空了 就是沙巴的巴杜沙币 还有霹雳州的Grip 都是因为元任的议员病逝 而且该区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是没有补选的 那么这两个地方的紧急状态 比今年一月全国的紧急状态还要早 所以没有补选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就算是紧急状态 在今年八月解除之后 一旦过了今年五月 出现议席炫空的话 其实选委会是可以不进行补选的 因为距离国会任期届满不到两年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选委会可以自己斟酌 到底要不要举行补选 过去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距离议会届满不到两年 所以没有补选 因此如果过了今年五月 意味着距离来届大选 或者是距离本届的国会任期届满不到两年 所以选委会是可以不举行补选的 回到这个纳吉的破产冬知书的这个课题 阿兹哈今天简短的回应了中国报提问的时候 指出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清传债务而破产时 有关人士才会丧失这个国会议员的资格 他表示接获破产冬知书 不代表这个人他已经破产了 所以纳吉没有丧失他的资格 除非法庭做出破产的裁决和下达他的指令 昨天晚上的发生两种充满话题性的课题 第一就是我们现在聊的纳吉的破产通知书新闻 第二是之前我们聊的 疑似安华跟Zahid Hamidi的电话录音 所引发的窃听风云 刚巧都在同一天爆发 难免让人家有政治的联想 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 刚好这两件事情又跟巫统的法庭派 Cluster Markama领袖有关 就是Zahid还有Najib 相信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不同情况 不同事件内幕的这个提报 以及针对个别人事的这个行动 大马的政治将会是越来越精彩 也会越来越难猜测 下一段回来 让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 请你持续的留守在CD Plus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表示 在2020年大马政府对疫情的应对 暴露了大马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那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 执行董事卡特琳娜在表示 在肺炎期间 大马政府对于难民 寻求庇护者和外劳 采取严厉的举措 在仇外心理加剧的情况下 对外来者实施逮捕 拘留还有突击检查 他指出由于结构性的启示 导致穷人 移民 难民寻求庇护者 还有原住民土著在内的人口 被边缘化 他们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一个群体 他们面临着食物短缺 大规模的吐息和逮捕 同时也面对了失业 职场还有拘留中心爆发疫情 以及筹外心理上升 所带来的挑战 国际特赦组织是今天发布 2020-2021年全球各国人权报告 而这份报告涵盖全球149个国家 并且分析了这一些国家 去年的全球人权趋势 那在马来西亚人权问题上面 组织也这份报告也指出 人权改革在新界的政府领导下 是陷入僵局的 包括设立了独立警察投诉 和行为不检委员会法案 还有废除强制死刑的努力 都回到原点 他就表示尽管政府投票赞成 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执行死刑 但在国内废除死刑 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的 组织也指出 警方滥用职权的问题是依然存在的 包括在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 还是没有得到透明解决 那政府撤回了这个IPCMC的法案 用一个弱化的版本去取代 那这个新的版本 被广泛批评为没有效力的法案 这份报告也指出说 性少数的LGBTI群体持续地面对着歧视的情况 全国各地的原住民土著也因为开发和砍伐的活动 导致他们面对失去土地的威胁 那么对于这份报告所反映出的大马问题 卡特里纳他就表示说 政府不仅他必须要快速地进行人权改革 还必须要解决导致弱势群体不平等 受到歧视的这种压迫政策 他就表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 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已经指出了生活本质和我们权力的关联性 所以他们是强烈的督促政府 从疫情恢复过来的时候 采取与人权为中心的方针 包括尊重言论自由 确保集会的自由权废除死刑 预防再拘留死亡和酷刑的问题 保护难民的权利 承认土著的权利 当然还有尊重宗教自由 关于人权 过去一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人权 都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那么我选择这则新闻 除了因为我关心关注人权议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今天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 4月7日也是庆祝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1948年成立的纪念日 而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 就是建立一个更公平 更健康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WHO会选择这个主题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世界目前不平等 因为疫情爆发之后 更加凸显各个阶层人民生活的不平等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够健康的生活 更容易获得卫生服务 这完全是基于他们的出生 成长 生活 工作和年龄条件 是 可是在另外一段呢 也会有一些人 每天呢是以微博的收入勉强为生 那住房条件啊 比较欠佳 得到教育的机会也不多 就业机会比较少 面临当然还有更大的性别不平等 所以几乎或者是根本无法享有 所谓的安全的环境 清洁的水和空气 粮食安全还有卫生服务 那这不仅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可避免的疾病 还有过早死亡 当然也会损害了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经济 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它是可以预防的 这就是为什么WHO 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要确保每一个公民都享有 有利于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WHO也敦促领导者 监测卫生不平等的现象 并且确保所有人都能够随时随地 获得所需要的优质的卫生服务 那么这场新冠病毒疫情 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了沉重的一个打击 对那一些比较脆弱的社区 所带的影响更为严重 因为这一些原本已经脆弱的群体 脆弱的社群 他们面对以及要承担更高的风险 因为他们难以获得优质的卫生服务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致力确保世界各地 每一个人都能够切实地 享有健康权利 所以针对世界卫生日的这个课题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守 我们今天的下班有话题 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主编点新闻 主编点新闻